我也是基于祝福她的心态 如果 老实讲 小三是你们拍到的 我之前不知道 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 可能有 可是我真的 我以为是很多妹 可是我不知道有固定的人 我以为是很多 然后没想到 是 那你看 那这样不是更证明我的 选择没有错吗 反正出来之后 哇那个 粉丝量爆增 我所谓的粉丝量是 爆料的人 你知道有多少吗 在我的 粉丝页里面爆料 就是私讯我 时间地点 有的还有照片 然后我认识谁谁谁 我认识她的谁谁谁 我看过她在哪里 你知道没有多多吗 都过去 这些现在 无感 好的开始就是断开念缘 何若芸还把这段失魂经历 演佛新戏婚姻结业十二的角色 当你 我要过啊 忘你 我视野赵丹丹 她自认为她的条件 比她的老公好这么多 她认为她应该 变不出什么花样 她发现她老公 开始蠢蠢欲动 我觉得那个 冲击会很大哦 我后来自己找到一个 一个 一个点 就是任命 你 这二十年的婚姻里 你有任命吗 你有试着要说服自己 那我认 我不是任命很久了吗 那你这次就是做到啦 对吧 可是我前面有问过自己 几千几万次 你说跟家人也不会哦 其实我父母是我 搬出来住之后 他们才知道 我要做这件事 因为 我想我可能 受不了他们的眼泪吧 可是我已经不想要 他们再来 影响我的决定 因为二十年前 已经影响过一次 那我当然因为 可是他们现在 有比二十年前更老啊 我其实很害怕他们 承受不住 所以我就先做了 然后我等到 最后一刻 我没有办法不跟他们说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搬走了啊 我总要告诉我爸妈 我去哪里吧 他如果打电话去 或者是 我有很多种想象 或者是他打电话去 被人家 挂电话 或者是 不好的口气 我不希望我家人 受到这些 也面临到这些 所以我要先讲 那天很惨 真的 我真的不想想 你去说跟爸妈 很想这件事 我去家里跟他们讲 讲完之后 我就跟他说 我住在哪里 然后我才回家 没多久 我爸就跑来 他就说 姐我来看一下 你住的地方 然后我就说 好 然后他就往前走 一转身 哇 你看到那个老人 老泪纵横 你真的会受不了 说爸爸 嗯 然后他第一句话要跟我说 姐 我 我再活也没有几年了 我本来以为你可以幸福 我就 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就说 爸 我那个 我想很久了 而且我想很清楚 你放心 我会过得很好 我说真的 这样会对我比较好 就这样 那现在这个结果 他们应该就是也很放心 我不知道他放不放心 因为我们不会提这个 可是我 我想让他 知道就是 我其实可以照顾我自己 把自己过得很好 而且现在 时代也不一样了 你 他们不要去想 女人没有依靠的是什么 这样 你还有勇气在走入新的感情吗 不一定要到结婚 新的感情 我觉得 有没有勇气 我觉得讲勇气都太早 我觉得应该想说 我想要遇到什么样的人 那我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 有幽默感的男生 但如果没有非常帅 就没有帅 我 你觉得有很帅吗 对 当然我喜欢聪明的男生 然后我希望他身上有 我可以仰望的特质 可是老实讲 要让我可以仰望 其实也不难 不难 不难喔 当然啊 我是很容易 看到一个我就 比如说你字写很漂亮 我就觉得哇 好崇拜喔 那太容易了吧 对 或者是他开了一艘好车 虽然我自己车 开一艘好车 也开 比如说 我然后可以跟我说话的人聊天 我觉得可以聊天很重要 那这个事业勒 就是 你觉得 事业 到这个年纪如果事业还不好 大概也完了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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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id 是吧 感谢观看